法国海豚太热情 市长下禁令风水域 法国西北海岸布雷斯特市市长 因为一只太过热情而造成威胁的海豚Zafar 禁止民众在当地水域游泳和潜水 据BBC报道 Zafar之前可是大家的开心果 常游泳给孩子们看 也会和泳客、滑皮艇的游客玩 不过最近的问题是 因为它正在发情 所以似乎对法国人太热情啦 官员警告说 Zafar一直表现出想和泳客更贴近的样子 这只身长三公尺的海豚 以前都是在布雷斯特港 与滑皮艇的游客一起玩 但之后则南迁到城市附近 根据法国Le Telecom的报道 Zafar一直在摩擦船只与泳客 甚至在潜水处也是如此 上个月甚至有一名泳客 因为Zafar不让他回到岸边 需要其他人的帮忙 另一名滑皮艇的游客表示 海豚从他头上一跃而过 另一位西班牙的度假客 则抱怨Zafar一直想要面对他 似乎非常渴望互动 Zafar后来甚至用鼻子 把一名女游客从水中顶出来 因此市长拉尔斯下令 禁止在海豚出现的水域游泳或潜水 并且不能够靠近Zafar50公尺以内 别忘了我们晚上8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